大家好,歡迎來到第五集的《Collector's Choice》 在上一集的《Collector's Choice》 如果你有留意,我就有介紹到一款相當精美的自己遊戲 《Carol Mask Arena》 一款有名特別的主角遊戲 雖然有著很美麗、很華麗的背景 但也不失它的策略深度 有些組隊機制 這一集我們回到這款平民小小的遊戲 《Condeteria》 同樣地也是一款打仗的遊戲 不同的是它是用卡管管理 或者手管管理 以及位置控制 這款遊戲 為何會推薦給大家呢? 同樣地你會看到 它也是一款非常細合的遊戲 是《FFG》的《Silver Line Series》 《Silver Line Series》 當大家提到的時候 可能大家會想起一款相當出名的遊戲 就是《Silver Dead》 同樣地這隻《Condeteria》 《龍兵天下》 或者《龍兵隊長》 都是這系列的其中一款遊戲 當初我認識它 正正是看《Silver Dead》 當初我會覺得 因為我這麼集合的遊戲 竟然有版圖 不如買來試試吧 誰知一試就傾心 到今天 我相信 仍然會是我的《Keep 10》之選 為什麼這隻這麼小的遊戲 但對於我來說 卻是這麼吸引 或者是這麼上推薦給大家呢? 其中一個元素 就是這隻遊戲 我覺得它在戰術和戰略的層面 是模擬得相當好 這遊戲是一個《Area Control》的遊戲 你看到版圖上面 有一個依賴你的版圖 最主要遊戲的目的就是 連續拿到五個不同的地 或者三個雙連的地 就會贏 你可以看到它的版圖 又要相當的大 所以 其實你怎樣 在什麼時候拿地 很重要 例如 如果你想著 拿三個雙連的時候 你要去避免 其他人會發現你這個意圖 可能你打完一個地方 你不能夠立刻去打 在一個連續的地方 你要想著打在其他地方 混淆其他事情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這個遊戲裡 一個很精彩的機制 就是一個《Hand Management》 一開始 每一個玩家 都只有十張牌 十張牌究竟是什麼呢? 每一個地方 只有十張牌 而相反 就是十張牌 給你打幾個地方 簡單來說 是戰至最後一人 沒有牌的時候 才會進入一回合 才會再補充兵力 那就很有趣了 因為 簡單來說 就是你選擇戰場去參與 不是每一場戰鬥都會去參與 所以 幸好我之前說 有些時候 你會在那一場戰爭入面 你刻意地輸 但是 是為了確保 你能夠打一些其他地方 來打到你想要的東西 例如我給我一個例 我剛才這樣說 可能 我想打這個地方 威尼斯 我打完它之後 如果立刻再打旁邊的地方 我應該拿不到 因為別人一定會阻止 因為會相當令我接近勝利 這個時候 我就選擇簡單遠一點的地方 簡單遠一點的地方 的時候 可能我也假意地 派一些兵參加 但是 用一些戰術派 就收回那些兵 令到其他人 兵不得已 就去 夾戰鬥 那就選擇其他兵 當他們的兵 沒那麼長時間 我就再回來 去打 一些雙輪的地方 所以這個遊戲 在一個這樣的機制之下 用十張手牌去管理幾場的戰鬥 當中你可以選擇版圖的不同的地方 有一個很好的結合了 例如外交 結合了你怎樣去保留自己的實力 結合了在一個戰略層面 以為我炸的一個遊戲 亦都說一說 這個十張手牌的管理 都有它的巧妙 亦都表現在每一場的戰鬥裡面 那麼 這個遊戲裡面 除了一些的兵力牌 沒有看到一些純粹的數字 那麼 很多時候你就會想著 那麼 數字越大 基本上就越容易贏 變成一個脾氣遊戲 那麼 錯了 那麼這個遊戲 有一些所謂的叫做戰術卡 那麼 這些戰術卡 正正是 而是影響整個戰場或者戰局的所在 那麼 那麼 一些的戰術卡 例如一些的叫做 氣候卡 那麼 例如這張Spring Spring 就是在所有人的部隊裡面 最高戰力的會加三點 戰鼓卡 能夠令到你的部隊的戰力 double 主教卡 能夠去cancel別人最強的兵力的部隊 還有道章人卡 你出了這張牌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在那個回合裡面 去出一些 即是出你的部隊 簡單來說是幫你拖一個回合 那麼這些牌的運用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因為 譬如當我有三個玩家都決定 參戰打這個地方的時候 每個人要輪著出牌 那麼譬如好像剛才說 第一個我出十 一個十多隻的牌 那麼這個時候 那些人就會想我是不是很有信心 要去這個地方呢 那麼 但是如果我先出十 而之後 其他人出教皇呢 那麼牆上面 我的十的部隊 就是最大的兵力 那麼我立即會沒有了 那麼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如果我很想在這個地方 可能我反過來 我會先出一張道章人牌 拖延我這個十兵力的出 即是出場的機會 然後呢 等到 即是按下 後發先至 那我才會再出十兵力的牌 來奠定升局 那麼這個遊戲呢 我想好玩的地方 正正就是這一種 叫做戰術層面 和戰略層面的配搭 好像我說 可能我不是真的有心想打這個地方 我是想虛耗別人的兵力 那麼我可以呢 先出一張 十攻擊力的牌 然後再用其他的牌 就是一些戰術牌 幫我回收回來 就會騙了別人的兵 去打這個地方 那麼 亦都是可以用一些兵力牌 用一些好小的兵力 來贏別人的十兵 例如 一張Winter的氣候卡 能夠令他全場兵力變一 那麼簡單來說 即是我出幾張一都好 如果別人是出一張十一張三 我三張一 我都有機會贏他 因為他那個十和三都會變成一 那麼所以簡單來說 他無論是一個戰術層面 還是一個戰略層面 都有非常好的配搭 而你很難想像 只是有一堆這樣的卡牌 以及這麼小的版本 能夠做到這個效果 那麼我最後要補充一點 就是這個遊戲 必須要玩它的變態規則 那麼因為呢 它的變態規則 增添了相當多的變數 它的變態規則是什麼呢 就是你第一張牌 是蓋伏地出 然後呢 你出新一張牌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你場上 任何一張牌 即是你場上永遠一張 是蓋著而出的牌 就是這張蓋著的牌 為到遊戲 帶來相當多的變數 例如剛才說 很多的戰術卡牌 什麼時候用它 什麼時候逼別人 用它的戰術卡牌呢 都是相當考 一個眼光和一個心理 那麼變態規則呢 令到這個遊戲 完全昇華成為一種 就是相當精彩 融合了戰術和戰略層面的遊戲 而更加重要的是 一個這樣的遊戲 竟然只是一個 這麼小的一個 可以攜帶很輕便的 可以帶到它出街玩 所以你可以想像 為何會對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 不要小看它 是很多年前的遊戲 我相信 它在BGG 它未必這麼受歡迎的原因 是因為很多人 沒有玩到它的變體規則 當一玩它的變體規則 這個遊戲 簡直升級了幾重 我希望大家有機會 如果大家找到這個Sylvania Series 找到這隻Condertieri 這隻熔兵隊長 或者熔兵天下的遊戲 能夠有機會一時 都希望你能夠 一事難忘 都投入這個熔兵天下的世界 那麼這一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有機會我們再見 拜拜